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快点 彭斯说NBA形势就像是中共的全资子公司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的时候演讲当中就指责NBA的表现像是中共的全资的子公司 因为NBA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支持香港的抗议者而激怒了中共威权领导者 而NBA曾经为此向中国道歉 根据CNBC的报道说 彭斯还抨击了美国体育品牌耐克 说莫雷发表支持香港示威者的推特之后 耐克试图安抚中国 这是自NBA为莫雷的推文向中国道歉之后 川普政府对NBA最严厉的批评 中国是NBA最大的市场之一 彭斯在星期四的演讲当中说 NBA的一些大牌球星和老板经常行使自由国家的权利 对美国说三道四 但当涉及到其他民族的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他们却失声了 NBA站在中共一边压制言论自由 就像是专制政权的全资子公司 这位副总统这样表示说 彭斯还说 耐克宣传自己是所谓的社会正义斗士 但谈到香港 他们便丧失了社会良知 耐克在中国的门店实际上已经从货架上撤下了休斯东火箭队的商品 加入了抗议莫雷推文的中国政府的行列 20个月之后才开四中全会 显示中共的内斗非常严重 中共中央的第19届四中全会将于下周一 也就是10月28号是星期四 10月31号在北京举行 四中全会与前一次三中全会相隔20个月召开 为文革以来所罕见的 有学者认为四中全会一拖再拖 表明中共内部对如何处理美中经贸战 还有香港示威 以及中国国内的经济下行等问题 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进而出现了权力斗争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说 中共政治局10月24号召开会议 会议决定中共的四中全会 将于10月28号到31号在北京召开 不过虽然外传四中全会当中 中国将有高层的人事变动 但是新华社并没有披露 四中全会是否有高层人事的调整议题 此前8月30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宣布 四中全会将于10月份的时候召开 迟迟没有公布会议的具体日期 引起了民间诸多的揣测 特别是虽然会期靠近 会前中央高层仍分头忙碌 有分析师认为 即将召开的中共的四中全会 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分水岭 现在整个社会面临着重大的空前的危机 这种危机涉及到了中国社会 包括执政党何去何从 向什么方向走的问题 是进一步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还是回到毛泽东计划经济时代 实际上中国社会由于美中关系问题 香港问题 包括中国国内的经济下行问题 所引发的危机 都使得中国未来路线的问题 又重新摆在了台面上 中国的执政党面临这样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黄之锋参选区议员的资格悬而未决 官员突请病假 香港区议会选举候选人检介会星期四 也就是10月24号的晚上举行 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参选资格 仍然未获得确认 选管会宣布他所属的选区 选举主任因病休假 需撤换另一选举主任 而该选区也要延迟抽签 有民主派的议员就质疑 政府突然的撤换选举主任 是政治操作 选举管理委员会星期四的晚上 在亚洲国际博览馆 举行了2019年香港区议会候选人的检介会 获得有效提名的候选人 以及选举代理人才可以参加 据黄之锋表示说 无法理解政治审查对香港 实施一国两制有何益处 他解释 国际社会都十分的关注 在中美交锋之际 港府会如何的保障港人的政治权利 以维持高度的自治 为此他严肃的呼吁 选举主任和特区政府三思而行 做出维护一国两制 良好实施的明智决定 立即确认他的候选人资格 黄之锋报名参加海宜西的选举 同区参选人包括现任的议员 新民党的陈家沛 以及民主派的林浩波 市航营商环境排名 中国升至了第31位 世界银行10月24号发布的 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 就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得分 在全球190个经济体当中 排名第31位 比去年上升了15位 尤其在保护中小投资者 办理建筑许可等体制机制改革方面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根据中国媒体财新网的报道说 根据报道 中国营商环境总体得分是77.9分 意味着达到了全球最佳水平的77.9分 比上年上升了4.26分 连续两年成为营商环境 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 世界银行从2003年起开展这一评估 营商环境总指标下 分设开办企业 办理施工许可 获得电力 登记财产 获得信贷 保护中小投资者 纳税 跨境贸易 合同执行 还有办理破产等10项指标 各项评估的指标当中 中国在执行合同 获得电力这两项的排名 最为靠前 分别排在了全球第五名 和全球第十二名 且比上年的排名 有所提升 另外办理建筑许可排名 提升了88位 升至了第33位 保护中小资产投资者排名 提升了36位 升至了第28名 办理破产排名 提升了10位 升至了第51位 跨境贸易 提升了9位 升至了第56位 开办企业的排名 提升了1位 升至了第27位 在纳税指标上 中国历年以来排名较为靠后 2015年到2017年 排名缓慢的提升 三年排名分别为 第132位和131位 以及130位 到2018年 中国纳税指标的排名 跃升至了第114位 今年排名又提升了9位 升至了105位 不过中国在获得信贷 登记财产两项指标上的排名 有所后退 获得信贷的排名 后退7位 退至了第80位 登记财产后退了1位 退至了第28位 中国获得2021年 市具杯的承办资格 国际足联理事会 10月24号宣布中国将成为2021年国际足联 世界俱乐部杯的举办国 但目前对参加这比赛的24支球队如何分配 还没有做出决定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这将是中国首次举办市具杯 市具杯的赛制与世界杯不同 原来是由六大洲的冠军球队以及承办国的联赛冠军队来参加 但根据新的赛制 参赛球队增加到了24个 这将有更多的世界顶级的球队 如欧洲和南美的球队来参加 提高比赛的水平 中国这次成为承办国 也会给中国足球队带来与世界一流球队接触的机会 中国球迷不仅能够在家门口 观赏到世界顶级俱乐部球队的精湛的球技 中国足球队也能够通过跟他们的交手 提高自己的水平 市具杯在中国举办将是国际足联人权政策的一次挑战 中国政府压制人权和民主活动人士的做法 在国界上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美国政府活动人士和研究人员 对中国政府迫害新疆穆斯林受到的做法 予以了谴责 估计有多大100万人被关进了集中营 也就是中国官方所说的职业培训中心 印第凡诺表示 2021年的市具杯将在6到8个中国城市举办 中国有媒体说市具杯到手 世界杯还远吗 印第凡诺对中国是否有机会举办2030年的世界杯的问题 没有做出正面的回答 只是说还没有讨论到这个方面的细节 港珠澳大桥增5000个香港跨境私家车的常规配额 香港运输署表示 考虑到了港珠澳大桥香港款开通以来 交通大致顺畅 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增加5000个香港跨境私家车的常规配额 根据香港电台的报道说 新增的配额将按照广东省公安厅4月中的时候开始实施的 粤港跨境私家车配额管理新措施来处理 第一类申请资格就是在广东省投资的港澳台以及外国投资者 三年内纳税额度累计达到了10万元人民币以上 不论投资额的多少 第二类就是为投资列入了国家高新技术名录的 第二类就是投资列入了中国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名录的港澳台 以及外国投资者 第一及第二类配额有效期为一年 第三类是担任了中国全国以及广东省市县的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的港人 第四类就是在港澳工作的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和香港的大学现任校长 或者持有广东省人才优越卡A卡的港台以及外籍人士 第三及第四类配额的有效期为五年 第一至第四类的配额到期之后 如果符合条件可以申请延期 第五类则是个人捐赠累计金额达到300万元人民币以上 或者社会团体捐赠累计金额达到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 这类资格长期有效 报道说广东省公安厅于下个月的18号 开始受理新办的香港私家车使用大桥进入广东省的申请 曾申请其他口岸跨境私家车的配额的人士 如果符合上述条件的也可以申请 等到取得广东省公安厅签发的使用大桥的批准通知书之后 申请人需要到运输署过境服务分组申领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 办妥在中国内地以及香港有关手续之后才可以驾车过境 泽伦斯基打贪令网络直播议员测谎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以打贪作为主要的竞选口号之一 但他所创立的人民公普党的国会议员近日陷入了贪腐的丑闻 泽伦斯基要求所有被告接受测谎 并且测谎在网络进行直播 捐据法新社的报道说 乌克兰的人民公普党陷入了贪腐上演了测谎秀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以打贪作为主要的竞选口号 但是他所创立的人民公普党的国会议员近日陷入了贪腐的丑闻 他要求所有的被告要接受测谎 乌克兰的财政委员会的副主席布洛克兼YouTube杜宾斯基 星期三的时候接受了测谎 并且在网络上进行了直播 泽伦斯基在访问日本期间 在脸书上要求财政委员会所有的成员 都要接受测谎 他扬言说只要有任何议员收钱投票的蛛丝马迹 反弹机关就会出手处理 该委员会成员多为人民公普党籍的议员 根据国际透明组织去年的最新报告 在满分为100分的全球清廉印象指数的评比当中 乌克兰得到了32分 在18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排名第130位 高于俄罗斯 俄罗斯的得分是28排名在138名 号称200秒做1万年的工作 谷歌量子电脑遭到了质疑 谷歌宣布成功研发量子电脑 号称实现了量子霸权 谷歌指量子电脑能在200秒之内完成传统超级电脑 要1万年才能够完成的运算工作 不过IBM们却质疑谷歌夸大其词 认为传统超级电脑虚实两天半 就可完成与量子电脑同等的运算工作 谷歌星期三也就是10月23号的时候 于最新一期的科学期刊自然发表研究结果 指出谷歌已经研发了一部 53量子未云的量子电脑 其余200秒之内的运算量 等同于现在全球最快的超级电脑 1万年的运算量 然而谷歌所指却受到了老牌电脑公司 IBM的质疑 IBM表示说 传统超级电脑在硬盘储存空间充足的情况之下 处理谷歌测试同等规模的计算 估计可能只需两天半就能完成 如果量子霸权是指 做到传统电脑不能完成的事 谷歌的量子电脑仍未实现量子霸权 40岁的比利时藏澳冠军选择安乐死 40岁的比利时藏澳冠军 马瑞克·费夫尔特曾经说过 等那一天到来 我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已经签下了安乐死的协议 这一刻在当地时间周二 也就是10月22号来临了 根据英国地铁报 美林社等媒体 22号的报道说 由于饱受病痛的折磨 这位女斗士当天选择了 在她的故乡用安乐死结束自己的生命 费夫尔特于14岁的时候 被查出患有罕见的 无法治愈的退行性脊柱疾病 身体随着年龄的增大 逐渐的瘫痪 同时她还患有癫痫症 然而这位女斗士 依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和体育精神 获得了2012年伦敦藏奥会的金牌 以及2016年礼约藏奥会的多枚奖牌 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jinnews.com Twitter at Minjin News 脸书facebook.com